全球太空发射冠军不再是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1月4日,据法国回声报网站报道 2021年中国长征火箭已经夺走第一的宝座 领跑21年航天火箭发射 中国太空活动首次超过美国 长征系列火箭在过去12个月里 共进行了48次发射 包括去年4月发射的中国空间站 首个模块和第一个中国火星探测器 而雷鹰9号去年只进行了31次太空任务 去年12月底 中国在九泉和西昌的发射基地 成功进行了两次轨道发射 使全年航天发射次数达到55次 这项数据在2021年及2015年 分别为39次和19次 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 太空探索的舞台就有多大 2021年除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外 主要面向商业发射市场的快舟一号 假固体运载火箭发射4次 由民营航天企业研制的 古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发射一次 中国航天运载火箭的队伍更加壮大 反观美国2021年共进行了45次航天发射 其中大部分由雷鹰9号火箭完成 其中60%的发射用于部署其星链计划 总的来看 中国占据了去年世界火箭发射数量的38% 美国为31% 俄罗斯为17% 欧洲仅有4% 作为世界第三大太空活动参与者 俄罗斯进行了25次发射 而欧洲的6次发射活动水平可以说是非常落后 西班牙《理性报》1月3日文章 原题2022年即将迎来的世界正在起飞的太空竞赛 中美正在争夺外太空霸权 中国天文一号探测器已传回火星表面最新图像 作为太空旅游起始之年的2021年已经过去 多家公司首次提供私人往返航班 世界各国的太空探索将在本世纪第三个十年继续发展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已向私营部门开放 并发布了一个具有明确目标的组织结构图 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其太空霸权 使其不被更具进取性和沉默的竞争对手 中国国家航天局所超越 中国也向私营公司开放了航天领域 中国航天史虽然短但进步很快 2022年底将建成其空间站 该国也是第二个成功登陆火星的国家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天文一号环绕器载轨运行526天 当前距离地球约3.5一千米 通信时延约19.5分钟 报道称环绕器两个火星日绕火星一圈 它的主要功能是为驻龙号火星车的后续探测任务 提供终极通信 搭建起地球和火星之间的通信桥梁 报道称 在天文一号任务准备期间 中国与欧洲航天局以及法国 奥地利和阿根廷等国进行了合作 1月6日6时59分 经过约47分钟的跨系统密切协同 空间站机械臂转位货运飞船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我国首次利用空间站机械臂 操作大型载轨飞行器进行转位试验 为后续空间站载轨组装建造积累了经验 另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月1日报道 中国航天计划的发展速度居于世界前列 中国航天机构已宣布 你在2022年完成的几项重大里程碑计划 其中最令人激动的有 1.火星探测任务 朱镕号火星车仍在火星上漫步 而天文一号探测器则在绕轨飞行 捕捉火星表面和磁场信息 重达240千克的火星车 已将大量地质数据传给科学家 其中部分内容已经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科研刊物上 火星车的运行时间已经超过了设计使用期限 90个火星日 约等于地球上的92.5天 截止2021年12月31日 它已运行225个火星日 2022年火星车将继续履行 为科学家收集更多数据 从而了解火星地形是如何形成的 2.海上火箭发射 中国第一艘用作海上火箭发射台的发射船 计划于2022年投入使用 这艘仍在建造中的发射船长162.5米 宽40米 建成后将用于发射携带卫星的火箭 继2019年和2020年从海上发射长征11号火箭后 中国已设计了新型船只 因此能够更加频繁地发射火箭 3.完成天宫空间站的基本构造 2021年中国发射了天宫空间站的第一个核心舱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转入空间站建造阶段 根据计划将完成6次重大任务 发射天舟4号货运飞船 运送补给物资 实施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 神舟14号乘组在轨驻流期间 将先后发射问天实验舱和孟天实验舱 与天核核心舱对接 问天核孟天实验舱均作为支持大规模舱内外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 载核支持舱段 同时 问天实验舱还作为组合体 控制和管理 备份舱段 具备出舱活动能力 孟天实验舱具备载核自动进出舱能力 随后实施天舟5号货运补给和神舟15号载人飞行任务 神舟15号乘组将与神舟14号乘组开展轨轮换 即时 中国将正式建成空间站 对空间站状态进行全面评估后 将转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 具备长期连续载人驻流能力 中国人在太空迎新年 过春节将成为常态 在未来 中国还将择机发射寻天空间望远镜 与空间站共轨长期独立飞行 开展寻天观测 短期停靠空间站进行补给和维护升级 据悉 国家已批复探月工程四期任务 中国航天正一步一个脚印 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 中国探月工程四期包括长额6号 长额7号和长额8号任务 这三个任务将在未来十年之内陆续实施 按照计划 先发射长额7号探测器去往月球南极 然后发射长额5号的备份长额6号 进行月球南极的采样返回 长额6号之后再发射长额8号 建立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形 下一步将探测小行星 天文1号的成功实施 拉开了我国星际探测的序幕 未来小行星探测、火星取样返回 木星系探测等一系列新的航天规划已经启动 国家已经批复了行星探测工程 行星探测工程包括天文1号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还包括接下来要开展一次小行星的探测 附着着陆和取样返回的探测任务 第三还要开展对火星的取样返回 第四次任务是木星系的探测 以及穿越宇宙的一些探测 行星探测工程计划在未来10到15年内完成 此外 目前我国还在进行航天中长远发展战略规划的论证 比如太阳系边际的探测等等 中国重型火箭新一代载人火箭开始研制 现在我国还有多型运载火箭正在研制阶段 未来几年内将完成首飞 我国目前正在研制的重型运载火箭 可以将150吨重的航天器送入近地轨道 相当于一次性发射一座天宫空间站 同时它还可以将数十吨重的航天器送到月球 未来它将满足我国较长时间内的深空探测 和载人登月等国家重大航天任务 目前该型火箭已处于方案、深化论证和关键技术公关阶段 与此同时新一代载人火箭也在研制中 它将在长征五号火箭的基础上 研制捆绑两个五米直径的助推器 助推器采用无毒无污染的液氧加液氢和液氧加煤油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 从载人航天到探月工程 从北斗足网到火星探测 从再创第一到逐梦未来 中国航天的成就举世瞩目 航天事业正走向自主研发的飞速发展期 航天企业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 正在用一个个坚实的脚印把梦想化作现实 让我们一起期待2022年神州13号航天员成足凯旋 一起期待未来中国航天将带来更多惊喜 为奋战在科研一线的工作者致敬 为中国航天喝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